我想分析一下Tesla在面對什麼問題 我覺得可以分為四大部分 即是這個節目 如果你覺得有教育性就更好 OK 大家好 祝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今天想說第一個就是 背景講Tesla 但是首先我也要讚一下港股 今年這個開局 港股竟然大發神威 跑贏這個美股很多 雖然不可以說馬上可以一洗25年來的颱風 但是一煞光輝好過從來未擁有過 也希望隨著社會重開 中國經濟可以逐漸復甦 我更加希望長期的發展方向能夠重拾正軌 成功打造中國資本市場 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一次長命的健康牛市 我希望不要炒得那三分鐘熱度 但是這個言之上早 反過來美國為什麼不弱呢 美國其實經濟 就似弱頑強 說衰退說了足足一年 都還未正式出現 去年上半年其實試過 第一兩季的GDP是收縮的 這個雷門的定義 當然是說衰退 但是當然正式一些 官方來說就不是 因為美國的就業市場一直太強勁了 這個職業率只有3.5% 3.7% 不知道兩份工作等一個人來做 那些太強了 所以就不可以declare衰退 等到現在 其實最新的Atlanta FED 就是聯儲局 Atlanta的分行 估計美國第四季的GDP 是高達3.9% 就是似乎高於中國第四季的GDP 何來衰退 通脹也有見頂的跡象 本來這些對市場都應該有利 那為什麼美股 尤其是龍頭科技股 特別是最具標誌性的Tesla 為什麼表現這麼差呢 我覺得 這個可以遲些再解釋 美國最近創下了幾個很不光彩的紀錄 第一個就是Amazon 去年跌了50% 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間 是市值跌了不見了1萬億美金 那緊貼其後的呢 就是這個Apple 現在都勉強是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 仍然暫時昨晚企穩是2萬億 2trillion dollars 但是呢 他都是不見了1trillion 那Tesla呢 就曾經都是一個很尊貴的 萬億級市值會的成員 那但是呢 現在因為股價跌了70幾% 那所以呢 就打回到繁奸了 現在呢就只有3500億 那比起重新 那一間聳池奶的騰訊 就是rebound了80% 更小一點 騰訊現在是4000多億美金市值 又回到全世界的頭十位了 那就 Elon Musk 也都是創了歷史 他現在不只是跌了去 不再是全世界首富 是成為第二最有錢 他也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個 不見了2000億美金身家的人 你有什麼能力都不錯 能夠輸2000億 都還有1400億 那就 Anyway 就是這幾個就是美國現在發生的事情了 那就是Elon Musk和Tesla 都是很具爭議性的 那近日就是很不幸運 就是交上了這個惡運 那就很多人就跟紅頂白 一尋百彩了 那連這個美國很有影響力的 Nobel Prize winning的Economist Paul Krugman最近都寫了一個專欄 就在那裡懷疑這個Tesla 從來都不應該這麼值錢 就是他都說一直都是過高的 那個Valuation 那我就想分析一下就是 那 Tesla現在面對著什麼問題呢 我就覺得是可以分為四大部分 就是Tesla面對的問題 然後最後就會說一說 就是我們怎麼看那個Valuation 首先我們有這個 Financial interest在Tesla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Tesla 就是Elon Musk 成也 Musk 拜也更加是Elon Musk 那首先講一點歷史 就是其實Elon Musk 不是Tesla的founder 他是早期的投資者 後來Tesla遇上困難 他就接了手 就是他也是一個turn around artist 那他現在又接了Twitter 但是能不能成功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那但是Eric 所以Elon Musk的一舉一動 對Tesla的股值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那先講一下Twitter 最大的問題當然就是 他用一個 現在時候看回超高價 44 billion去買了Twitter 那就要泊水了 基本上 因為Twitter本身原本都不太賺錢 尤其是他takeover了之後 他就說要所謂resume restore美國的free speech 但是他的意思free speech就是之前 被ban了的很多極右分子 包括特朗普和其他有些人 他就給他們一個forum 但是那些人說的是hate speech 嚇怕了很多的advertiser 還有很多work的人 就是偏左的人 就變了原本是Tesla的基本盤 是他支持用電動車的人 那些人現在就很生氣他 投資者又變了很不喜歡他 所以他基本上是得罪了 他原本的最鐵粉的支持者 得罪了新的支持者 就是極右分子 所謂的mega-type 但是那些人 就是less likely去買電動車的 因為他們是很相信石油 很不相信氣候變化 那類的人 所以他就吃力不討好 Twitter就導致很多麻煩 而且現在說到就是 Twitter連很多office的租金 都要拖欠的 那他不夠錢 所以這個原因 一部分 我想他自然想套現 想保持 他雖然說不在乎 material goods 他說房子都賣光了 準備移民去火星 但是說而已 但是他最近套現了 400億美元的Tesla股票 那部分 I'm sure 是用來finance Twitter的acquisition 和繼續走下去 另外有些都是他想 確保自己 永遠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但是他銷售幾百億股票 當然對這個Tesla的股價 是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第一個面對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 他是靈魂人物 但是他現在 有些人又形容他是 不知為何美國那麼喜歡 什麼都說自焚 就是 Paul Krugman 也是說他也是自焚 自焚 那 是不是他現在成為一個 純粹的利益 那我也很難說 就是 正如有些人提出 就是Tesla的成功部分 就是因為他不需要賣廣告 就是因為Elon Musk 一向就是最好的 代言人 那是免費的 那現在 他就反而成為了一個利益 所以某程度上 他一定是很傷害 Tesla的 brand value 就是 他 他不再是一個 cool guy 那些人馬上 devalue 整間公司 這個是 一個問題 另外 他的 politics 也是有問題 就是我剛才和我的同事都在說 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 兩次的移民 在南非 去加拿大 再去美國 所以他就不可能 會 qualify 做美國總統 雖然現在有些人說 他跟特朗普 合起來 run for presidency 但是他做副總統 如果特朗普死了 他都不可以接手做總統 因為他不是美國出生的 但是我覺得這類人 就會很 frustrated 因為他這麼厲害 這麼有錢 他當然覺得他比大部分的總統 如果不是 所有總統 但是他又不可以做 那他想 變成做 一個 king maker 他變成想 用他的方法 用錢去影響 無論是美國的 policy 甚至是geo policy 即是 就算 這個 Ukraine的事情 他又插手 台灣 中國 那些他又插手 那些 某些人都反映 一個很厲害的人 的 ego 亦都 他的 frustration 這樣 那 所以 他最近來說 都可以肯定說 成為一個 negative 對於這個 Tesla的公司 但是 成也 是他 是不是他永遠 就是一個 liability 我覺得都未必 因為他 就是我個人 來到看 他是一個 much better engineer than steve jobs 亦都是一個 再greater visionary 當然是深散 一些 因為這個 steve jobs 以前只是 掛著搞一間公司 就是掛著搞 一個 device 一個電話 而elon musk 他是百足那麼多 他又搞 SpaceX 又有neuralink 又有boring company 就是很多東西搞 那 那 In fact Chat GBT 都是他有份去找的 那就是他是很聰明的人 他不是簡單的 他是在 原本加拿大讀 Queens 後來轉了去Warton 又是economics 但又有讀 engineering 和physics 他是accepted into Stanford 的physics phd program 這個是全世界有數最好的 physics program 他是drop out 了 但是他的 他的understanding 關於science physics 和engineering 是遠遠勝過 這個肯定是steve jobs 所以他 他不止大膽構思 他也是夠膽 get his hands dirty 去實踐他的 他的夢想 即是他一早已經是 因為paypal 發達了 他可以退休 或者他再搞一些 很簡單的apps 都可以賺更多的錢 但是我以前好像解釋過 他是 明知山有苦 偏向苦山行 他就是很不滿意 他認為六十年代 很多的promise 說有flying cars 為何最後只有140 characters 就是namely只有twitter 只有software 所以他就很大膽 就算不是flying cars 他都要electrify 改變整個汽車 要變成robot 也都要搞火箭 要搞這個重新 這個太空的探險 甚至是移民 或者是征服整個太陽系 如果不是太陽系 這些很大膽的想法 但是他呢 很多東西是吹水 還未馬上deliver到 但是 he makes really good attempt 還有有些事情 只是遲 但不是完全做不到的 即是就算他每一次 每個車款 都是最多delay 最後都是交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他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我不會完全 因為 他現在的politics 或者一些什麼 就 買貴了twitter 我就write off了他 這個第一個 障礙就是他自己 第二個 就是 現在全球經濟 或者美國經濟 我剛剛已經說了 很多人不停說 美國就是衰退 衰退 都說了一年了 所以現在的擔心 就不是衰退 某程度上 也都不是擔心 就是通脹 通脹 according to Elon Musk 已經過了 他只看到通縮 就是很多的commodities 就是raw material的價錢 就是 早很多的月前已經建了頂 就算石油價格也建了頂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就是什麼呢 就是Federal Reserve 是make a double mistake 之前呢 可能太遲開始加息 現在呢 就會堅持得太久 加息 或者是 處於高位太久 那麼 那麼 現在美股這麼弱 或者是 徘徊在3800點 都是這個原因 就是不知道Federal Reserve 是會 他們認為 就是 是不是會make a mistake 那麼 全世界的economy 是slowing的 這個是undeniably true的了 就是歐洲 或者美國 其實中國去年都很差 但是現在 隨著 社會重開 中國可不可以reaccelerate 會不會能夠 拉動到全世界少許呢 那麼 我們將會看 但是 很多人都認為 就算EV的demand growth 仍然會增長 但是今年都可能會比去年 就算中國也是 中國 which is two-thirds of the global market for EV 純EV 不算plug in 那些 然後 美國 或者歐洲 會不會因為他們的經濟放緩 都會減慢 這個是第二個 就是Tesla的憂慮 亦都不是unique to它 所以你看到 美國所有big tech都跌了幾十% 過去這一年 然後第三個問題 我覺得Tesla面對的 就是 competition 就是很多人都說 它的車 初初就很unique 現在很多人都做到好的電動車出來 就是 隨便舉例 首先其實最大的挑戰者 當然是中國 就是BYD 去年 全年計 我想Tesla 還是佔全世界的市場 是最多的 但是由十月起 突然間 這個BYD已經跳升 是超越了Tesla的市場 那麼 就是中國市場 對所有的car maker 尤其是EV maker 都很重要 所以Elon Musk 都挺聰明的 一直都保持相對friendly的態度 對於中國 In fact 他最近 某程度上 是一個number two的人物 都是在中國 推廣上去 一位叫 Tom Ju 應該是朱曉彤的人 那他就 提拔他現在是 運行整個北美洲的manufacturing 以及北美洲加歐洲的marketing 就是由這個中國 我猜他可能要搬去美國吧 I don't know 但是 各方面他都挺friendly的 我們有沒有提過 他買了Twitter之後 他說 如果要改良Twitter 不如抄一下WeChat的feature 一向他都很尊重中國人的創意 很尊重中國人的工作的態度 就是中國的Tesla工廠 在上海那間是全世界運行得最好 最有效的工廠 所以他升的那個人的職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 這個兵家必爭之地就是中國的市場 但是中國 我不會說 打完真是不要和尚 但是 比如說 五六年前 他們很需要Tesla 就是 heavenly courted him 其實現在的人都有寄望 李強 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總理的政治局常委 其中一個功勞 那些人都說他有份去引進Tesla去上海 因為當時他是在做這個 我不記得是在浙江還是上海做書記 所以就是他有功勞 所以那些人都 部分現在的市場很好了 就是港股甚至A股 都是因為對這位李強是既以厚望的 但是 但是現在中國土生土長的EVMaker 都越來越進步 就是 當然CATL也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電池技術的公司 那 除了BYD 都不知道 還有幾十間電動車公司 就是當然有幾間是 比較luxury high-end的 現在就差一些 因為他們的規模不夠大 就是小鵬 或者是NEO 那些 但是比亞迪就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又有plug-in 他又有純EV 那樣 那個規模 現在直追Tesla Tesla去年做了140萬輛車 I'm sure 總數BYD多很多 因為BYD有汽油車 有其他plug-in 那樣 但是只是說純電動車 現在都在追上來 但是中國的競爭 其他地方都很多 就算4GM 和歐洲車都有很多EV 美國人比較喜歡的 譬如說 Ford的Mustang 或者是電動F150的Truck 現在雖然買得不太多 但是口碑也非常好 歐洲那些很一般 因為太貴 而且始終那個Legacy Package 做Ice Engine的車太大了 所以能不能夠成功轉型 都不知道 但是譬如說 Hundai Kia 我也錯過 那些都很好 什麼Ionic EV6 很多人都有很好的review 所以 一句說完 Tesla已經沒有那麼 unique 對電動車的 aspect來說 他又賣得稍為貴 因為他那個 其實他那個 manufacturing的成本是最低的 技術最先進 他又控制很多的 Battery Production 所以他的 Growth Margin和Net Margin 都是整個汽車行業 是第二最高的 僅次於Ferrari Ferrari 是一個很limited 一年做一萬多架車 跟他現在已經去到百多萬 不能比 基本上他就是industry leading 其他人是以本商人 不賺錢去賣這些車 才跟他比較到 Tesla其實 他還是 在manufacturing方面 是有些edge 所以他都 如果必要時要減價賤 他都有可能 會是 我不覺得他完全一定會輸 他好像現在 設計中 開始會有Model 2 是再低於Model 3和Y的 那個可能是去到2萬5千元的水位 即是美金計一架車 因為他現在 雖然之前說想賣3萬多元 但是很多成本貴了 就是電池 所以他其實是不行的 大部分Tesla的車 最少都4萬多美金 現在有些車 尤其是韓國那些 是真的賣3萬多的 但是他所以就需要 再entry model 是再低一些的 我想他都有可能成功的 總之 competition是他面對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這個就是最核心的 包括Paul Krutman那些說 為什麼他覺得他不值錢 因為他沒有一個所謂的 mote 沒有一個護城河 沒有一個所謂的 network externality 類似 Apple Microsoft 某程度上 甚至乎Facebook 或者Google 就是 network effect 就是說 你越多人用 你就越好用 所以你就越撕不掉 如果有些朋友用iOS 就會有這個感覺 當你電話 和iPad 和手機電腦 和電視 全部都連接 又很依賴他的 cloud 你就覺得 很難改變 所以這個就形成了一個 不僅只習慣 也都成為了一個 就是 network effect 就是越來越多人吸入 這個 Ecosystem 你就走不掉了 那麼 Microsoft 也都是這樣 就是他那個office package 都是仍然 它的bread and butter 就是從來 都沒有人覺得他cool 從來沒有覺得 他是最好的product 但是你是只不過 走不掉 你要不停給 licensing fees 那麼 Google 也是一個global 就是 除了中國以外 就是一個monopoly 你越成功的話 他的content 越多 你就越不會 走去用Bing 我不知道 GVC 將來會不會挑戰Google 那麼 其實 我以前說錯了一次 就是 這個chat GVC 是Developed by OpenAI OpenAI 原本的其中一個founder 就是Elon Musk 但是後來他就 應該離開了 那麼現在OpenAI 就是supposed 是independent 但是他是 比較close associated with Microsoft 因為他投資了 十幾億給他的 那麼他的 直接競爭對手 反而就是Google Google下面的deadmine 就是之前說 很厲害的那個 所以有一次節目說錯了 說OpenAI 是close to Google 其實不是 是close to Microsoft 才對的 而他原本的backer 其中一個founder 就是Elon Musk Elon Musk 真的很厲害 很多事情 他都達到很多的突破 但是anyway 說回頭 就是 到底Tesla 有沒有一個mode 他可不可以成為 Apple Microsoft 甚至Google 或者Amazon 成為一個virtual monopoly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最關鍵 都是autonomous driving 沒有autonomous driving 其實每一輛電動車 都是很standard alone 我今天開Tesla 明天開BYD 後天開BMW 再大後天 再開Ford 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他那個 autonomous driving成功 他原本的夢想 就好像他一個 動的電腦 那你坐在裡面 就不用開車 你就可以在那裡購物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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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做其他事情 那如果你 登入了 一個Tesla的Ecosystem 可能OS 或者很多apps 都是來自Tesla 那他就會有network effect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Tesla 原本的approach to self-driving 就比較上 是最困難 有些人說他 因為他原本想 開放自動 driving 的 vehicle 不是給地球 去到火星都可以 那輛車自己開的 那就難說了 但是其實 我以前可能都提過 比較上是容易做到 也都可能製造到 一個network effect的方法 去approach 就是你不要完全是 單獨獨獨 不要要車 在一個hoster的環境裡 都任何時間都可以 安全地去駕駛 其實你比較上 是容易些達到這個效果 就應該有很多communication 會有很多environment 所謂叫做v to x 或者v to v 或者用這些 所謂的geo fencing 就是你裏面的車 有一個很細節的圖 關於你的環境 就是現在中國 比如說 深圳開始有robo taxi 我估計是用類似這樣的 approach 就是那個burden on AI 就會小很多 那輛車不需要那麼獨立 那麼聰明 但是這個Tesla的 approach 就不是這樣 Tesla就要他完全 independent 一架東西 而且現在還要去無存清 有部份是因為成本問題 一部份是因為技術問題 他就放棄了 不要說lidar 他連這個radar sonar都可以放棄 既然人駕駛 只靠vision 他說AI都可以 所以現在剩下來 只有鏡頭 只有visual information 那麼 一句都說完 我不敢說他不成功 但是距離成功的日子 現在是延遲了很久 我好像以前都說過 我早兩個月見過 一些美國最頂級的auto analyst 以前是最大的promoter Tesla 和AI driving 現在他說 AI driving is the biggest scam ever 他說這個waymo 可能要right down to zero 就是那個 是google 那個atomic driving unit 那個是 之前的估值是高達 接近400億美元 這個人輕 他認為是將來 right off to zero 那麼 我記憶中 好像BMW那些 差不多都是right off 他們AI driving 但是想一想 如此類推 Tesla 可能他的市值 現在還剩下350億 360億 所謂3600億美元 可能其中有800億 或者1000億 是來自這個 autonomous driving unit 因為他很多人都是被他 哄了 不要騙了 買了那個self driving 那個full self driving 那個package 那個要六千元 或者去到一萬元 所以他是 有些人認為 他commercial 是全世界最成功的AI company 因為他真的收到錢 但是他能夠deliver到 他promise的東西 那麼這個就是個問題 就是他robo taxi 固然做不到 但是就算是fullly autonomous driving 其實好像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就我以前都說過 這個就是back to一個 比較fundamental的engineering problem 到底self driving 是一個容易做到的 所謂相對來說 是ANI的問題 還是一個AGI 比較困難 需要所謂接近common sense 或者consciousness的問題 那麼reluctantly 我想很多人都可以承認 就算不是fullly AGI 但是driving 也是一個 不是那麼簡單的ANI的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對於Tesla 那個有沒有機會成為一間 就是monopoly 或者是有一個很大的mode的公司 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他那個atomic driving 能不能夠deliver到 是的 在短期內 那麼當然其實那個barrier 不是只是 這個obstacle 不只是這個技術 那麼我們以前很久以前都說過 那麼還有一些法律呢 保險啊 那些工人的接受程度 那麼譬如你 如果這個東西是成功的話 那麼你會不會令到整個 auto insurance market 完全改變或者消失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 完全是 由B to C的 model 變成B to B 那麼如果Tesla很大的 那麼他有negotiating power 可能壓低那些保險金 或者他self insure自己的 fleet 或者如果真的說他開車是安全的 那個人持有10倍100倍的話 那麼那個保險金會不會是 Premium跌90% 那麼整個market收縮了90% 那麼所以其實很多問題 還有這個世界有 可能幾億個人是fulltime driver 那你真的能夠挑戰他的話 那麼他會怎樣呢 那些人會push back 還有我以前也說過 就算即使你AI driving 是安全的人類持有一個小小的margin 它是50% which Elon Musk已經claim已經是 但是that's not enough 因為AI犯的錯誤 是different from human beings 那麼你會人類會understand 或者forgive人類犯的錯誤多些 就是比如說 我喝醉酒撞車是很不對的 不過你會understand 但是你AI無端端 好像兩三年前那個example 撞死了一個小朋友女仔 拖著單車 因為那個解釋 那個人應該是Waymo 他說我能夠認到一個女仔 我能夠認到一個單車 甚至是能夠認到一個人 踏著單車 不過認不到一個人 拖著單車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解釋 就是人類不會放心 所以這個就是AI的 我以前也解釋過 就是似乎AI下一個wave 就會代替很多white collar workers 你看到現在美國 其實很多big tech已經是炒了很多人 不然因為經濟 slow down 會不會因為check GDP 可以replace很多的writers replace很多programmer 他可以自動幫你generate code 這些都是未來會發生的 反而再說一次 是blue collar workers 你以前undervalue的unskilled workers semi skilled workers 那些人 其實現在你看到最近幾年 尤其是因為covid 是replace上去的 尤其是美國 麥當勞、Starbucks 很多所謂的frontline workers 那些人工是跳了50-100% 反而現在很多white collar workers 要炒入獄了 或者他們的bonus 沒有了 或者他們的stock option 也跌了很多價值 所以他們的共同富裕方法 就是市場自己會調節的 就不需要你政府加一隻手 那已經是推銷有少許的效果 當然有些人指出 tech industry 只是佔全美國的employment 2% 就算你炒了10% 那也是影響過 unemployment 可能0.2% 但是this is just the first wave 那你之後很多其他white collar的工作 我覺得是相對是容易一些 所以這個就跟這個工業革命 百多年來就很不同了 工業革命初頭就是automation 在factory就是replace很多labour 很多unskilled worker 或者semi skilled worker 甚至skilled worker 你之前可能會職務的 現在都不用了 機器職務的 但是我覺得AI就會很不同 就會replace白領 所以你看一下中國 一年一千幾萬的大學費用 現在已經找不到工 現在已經是 但是中國仍然是短缺的 就是工廠 或者是服務業的workers 所以這個都是global phenomenon 不止美國是這樣的情況 即使中國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也是我覺得 對tesla的一個挑戰 就是你很偉大 你想是change the world 你想是有人工智能開車 但是這個挑戰 似乎比想像中困難了一點 最後我簡單說幾句 現在tesla是110元 那是貴還是便宜 那有些人當然是覺得它不貴 因為它仍然是forward 如果是估計得對的話 可能21倍PE 可能貴一些 可能25倍 那現在美國的市場 是17、8倍到PE 如果你叫做S&P 那麼汽車業是很不值錢的 Ford GM那些是六、七倍PE 那麼 worst case 是不是掉下去六、七倍PE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只剩下30元 就是這樣吧 股價 那我覺得當然是未必需要 因為你 Gm Ford 在那一天他是輸家 因為現在transition EV 對他是沒有利 因為他做EV的成本又高 可能是虧本的 另外那些 就是之前的投資 100年來那些 是不是right off 那些又怎麼辦 所以跌下去六、七倍 我覺得就太低了 如果跌下去市場一樣的 就是十七、八倍 那就是 是可能 有些人說 Tesla可能會跌到80元 那現在81元跌到80元 那是可能 是可能 但是他是不是 就是完全 只值市場的數目 當然 美股可以再跌了 甚至 80元 是不是就值得了 誰知道 但是 他 就是 反正 然後說 Tesla是否完全不值得有 最高的 我覺得 未必 雖然你說 Elon Musk 成為了利益 但是 他是一個 我想歷史上少有 他就是 有這個 能力 行動的 這麼偉大的 計劃的 一個CEO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 Twitter的 有多嚴重 或者要長久了 也不知道 他現在 上次 做了一個 網絡 他就說 大部分人支持我離開 Twitter 不做CEO 那麼 他什麼時候找到 replace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他的能力很高 他也很 hard working 他很少睡覺 我不覺得 他完全是 會放棄 這個 Tesla 那麼 而且 Tesla 除了 電動車 之外 那 還是有 Solar 雖然那個 那個 是不是很值錢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現在的 Variation 近乎是 不包括任何 value 他又有一些 吹水的新的 effort 放進了Tesla 有個 Optimus 那個Humanoid robot 將來這塊 會是Tesla 裡面最值錢 當然 這個也是 非常離開的問題 我也都不是非常看好 Humanoid robot for the reasons I've explained 這個腦 很難模仿人類 手也很難 我講了很多次 你如果有老人家 小孩子 病人 想交給一個 robot 去做一個 Health care 我想是很危險的 一件事 也不是我覺得 三年內 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那麼簡單 但是 以過去 Elon Musk 的 track record 我覺得 不可以完全沒有 option value 給他這些 努力 還有最重要的是 電動車的市場 雖然說多了 competition 但是Pi 正在增長 現在全世界去年來講 EV佔新車銷售 最多是7-8% 中國最厲害是超過20% 歐洲是14-5% 美國大概是6-7% 但是Pi 會增長得很快 所以 就好像 Apple 他的市場 之前都是跌的 結果 現在我不知道 應該還是 Samsung賣的 unit 是比他多的 他不是最大的 但是他最賺錢就可以了 之前的銷售市場 是在增長的 他就繼續增長 所以 同樣是EV 現在的 Penetration rate 是這麼低 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就算Tesla 是有 competition 可能unit sale 再增長 很多倍都還可以 所以這個 未必就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所以最近 Elon Musk 在那裡吹嘴 他跟員工打氣 他說 我們 他沒有說什麼時候 都會成為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 現在就是 Apple 二萬億 當然Apple也可以再跌下去 但是 現在距離 最大的公司 還要升五倍、六倍 我覺得當然不太容易 但是 有沒有機會 Tesla 升上去 不要說六百元 就算八百元 二百元 我覺得不完全不可能 還有一件事 它的增長率其實還是很快 明年應該也有可能 接近30% 所以如果你看到所謂的PEG 它的Earnings Growth 其實是快 比現在的價值 即是PEG 是一倍 應該是大概0.75 0.77 那我翻查過以前的 big tech 就是Google 或者是 Amazon 以前在 它的 增長率 那個時候 其實是 可以高達 兩倍PEG 都可以的 或者起碼1.5倍 所以如果你 這個下去的話 如果1.5倍 就是差不多 現在的股價 可以二百多元 如果你是去到兩倍PEG 的話 差不多成三倍 可能到差不多三百元 也有這個可能 當然我覺得 在現在的盤市場 難些去延伸 那個複雜延伸 不過 0.7幾的PEG 我不會覺得是很貴 從這個角度來看 Tesl 也不需要AI 我也覺得它可以 維持到一個 頗為高的 這個增長率 幾個年 只是因為 這個 EV的 污染率 還是比較低 那麼 今天大概講到這裡 那麼 如果大家對Tesla有興趣 可以隨便去 comment 多謝